第152章 扑枝一声,刺破皮肉的声音传来,雪花四剑,尖叫四起,匕首刺入了蓝衣男子右臂。 二皇子! 二皇子妃尖叫道,扶着桌檐的身子已经摇摇欲坠,那红衣女子抽出匕首又刺响了招风帝,身穿紫衣的六皇子趁着这机会一脚飞起,把人踹下了高台。 今生四起,高台下最近的几桌人已经慌乱地奔走起来,真妙他们这一桌离得也不算远,受到了波及,三人里就真妙平时练武,还算是有一点身手,护着二人躲到了角落里,自打把红衣女子踹下后,就不由自主地往这边扫了一眼的六皇子,这才微微地松了一口气,随后又摇头叹息。 今晚的这一场刺杀,他倒是得到一点风声,虽然不知行刺的人会是什么时候出现,可他早就准备好了,要替父皇挡上这一道。 神到了末年,心思是敏感移动的,对于能挡刀的儿子,皇上也是人,也会感动。 没想到被真妙的一只鸡腿给搅黄了,让二皇子抢了仙,虽然之后他及时护驾,可相较起来,哪比得上受伤流血的二皇子沉心。 六皇子又是无奈,又是好笑,更恨不得把真妙拎起来一顿打,都到了宴会的尾声了,他为什么还在吃鸡腿,这不合成理啊。 六皇子这番心思只是瞬间闪过,那一些御前侍卫已经冲过来截杀了红衣女子,红衣女子随手扯过一个并发散落的女子,挡住了自来的刀剑,一声惨叫响起,不少女子捂住了口,一个腿短手短的小人,边哭边往那边跑,母妃! 那替红衣女子挡了刀剑惨死的竟是三皇子妃,一个侍卫慌忙,把男童抱起来向着角落抛了过去,看看地避开了那红衣女子的毒手,只是那侍卫却被捅了一个窟窿,鲜血顿时飞溅了出来,见了小皇孙满身,这庙就是这么接住了满身嗜血的小皇孙的。 那些侍卫一拥而上,红衣女子虽然厉害,双拳难敌四手,片刻后,还是被制住了。 留下活口! 赵凤帝大怒地喊道,只是那红衣女子被制住的瞬间,就咬破了后槽牙,中毒身亡了。 场面的混乱还没有平息,就听荒荡一声响,二皇子妃惨呼道,二皇子,你怎么了?你醒醒啊? 所有人都看向了忽然倒地的二皇子,离得近的人,可以看到他脸色隐隐发青,手臂处流出的血,变成了乌黑色,还隐隐地散发着恶丑。 有毒啊! 不少人脱口而出,那一瞬间,六皇子打了个机灵,不由自主地又看向角落里。 只是这个时候,众人依然处在惊恐中,没有人注意到六皇子看的是谁。 快传玉仪! 招风帝喊道,没有人敢随意地挪动二皇子,片刻后,御医有两个侍卫驾着急奔而来。 今日当职的正是太医院的院判张仲涵,只是当时真妙患了真寒假热之症,把他救活的。 张仲涵医术出众是人尽皆知的,见识他来,众人都不由自主地松了一口气。 等两个侍卫松了手,张仲涵顾不得贫富极促的气息,就凑过去给二皇子枕脉。 他用银针站着乌血闻了闻,心臭中又有一股异香,这种情景隐隐得有一些熟悉,可一时半刻间,又想不起熟悉在哪里。 张仲涵皱眉思索,目光随意落一处,正巧看到了已经变成尸首的红衣女子赤裸的双足。 纤细无瑕的脚腕上系着一串赤金铃铛。 系铃铛的绳子却不是常见的红色,而是青色。 那一瞬间,张仲涵灵光一闪响了起来,脸色却变得更加难看。 王上,二皇子正是中了无情郎的毒的。 无情郎?这是什么毒?可有性命之忧。 赵丰帝脸色发寒,张仲涵摇了摇头,可脸色依然难看。 无情郎是外族的一种歧毒,并不会要人信。 可是中了这毒的男子,却会全身不能动他。 喜怒哀乐,皆不能再反映在面上,像是个无情无欲的活死人一般。 而且这毒极为霸道,丢血而入,哪怕只破了一点皮,都不能信。 这话一出,满场皆是倒吸一口冷气。 六皇子心中掀起惊涛汗浪,背后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他想到了今晚不太平,却没有想到这行刺之人在匕首上催了这样的气毒。 如果为了圣恩,刚才一身视线,六皇子心扑通扑通地跳着,又向角落里望了过去。 真面怀抱着小皇孙,正有一些茫然的思顾着。 他虽然站在角落里,一旁正巧有一盏树形的五彩琉璃灯树, 垂菜的光线把他那一身烟霞色绣绿眉的群衫映照得仿佛透了名一般, 灯下美人,肌肤如玉,银润身辉。 六皇子竟然能看到他因为焦虑而颤抖的浓密睫毛形成一把小扇子, 在眼下投出优美的暗影,挠得人心痒起来。 真妙下意识地往高台上望了一眼, 与六皇子视线搅着,立刻眼睛一亮,冲他笑笑,抱着孩子就崩了过去。 真妙一过来,正好打破了因为张御医那一番话而凝质的气氛。 锦哥! 一个男子剑步冲了过去,伸手要把真妙怀中的小皇孙接过, 却发现小皇孙死死拔着真妙的手, 这时候其他几个当职的御医也赶到了, 张丰帝就对擅长儿科的形态一道。 秦太医,快去给小皇孙看看。 黄太医,你去看看三皇子妃可还有救, 你们几个配合着张御医,看看怎么截二皇子的毒。 秦太医匆匆走过去,探查了一番道。 啊,小皇孙只是惊吓过度,并无大碍。 微臣开个安神方子,跟小皇孙醒来, 为他喝了安神汤就是了。 只是这里的血腥味重,有此不宜久佑。 一旁的三皇子神色缓了缓,时宜道。 家门县主,紧哥拽着你的手不放,能不能请你随太医过去,我稍后就来。 郑妙还能说什么,只得点了点头,随着行太医往内室去时省不住回头。 正看到三皇子走到已经身亡的三皇子妃身边, 宇皇太医说了一句什么。 王太医摇了摇头,三皇子挥了挥手。 旧人上来把三皇子妃的尸首抬了下去, 他则转了身子向真庙走来。 真庙下意识地打了个寒颤,心里莫名地有一些悲哀。 他很不喜欢三皇子这样的男人。 就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面对妻子的骤然离世, 这反应未免也太冷静了一些。 或许是这个年代的男子, 妻子在他们心里本来就只占了一个很小的角落, 小得令同为女人的他狠心了。 三皇子走了几步, 忽然脚步一个亮枪, 接着嘴角就溢出了雪珠倒了下去。 四下又是一片骚乱, 六皇子眼中闪过轻蔑的光, 大步走过来扶起三皇子, 对招风地道。 不活,儿子扶三哥去里面歇着。 王太医,请随我进去给三皇兄看看。 招风地脸色颓然, 沉重地点了点头, 竟是没有力气再开口, 指挥手让他们下去了, 盯着三皇子和小皇孙是父子, 灵路的内室就把二人引到了同一间内室去。 六皇子开口道, 还是分坐两间内室方便些。 说着看了真妙一眼, 内室这一才恍悟了, 按道六皇子好心心, 打开了两个相邻的房门。 真妙抱着小皇孙进去, 等刑太医看了方子, 吩咐公额去熬药了, 他还脱不开身, 只得干等着, 心中盼着小皇孙赶紧醒来, 他好回府。 皇宫实在是太可怕了, 他再也不想来了。 在想什么呢? 一个声音骤然响起, 六皇子, 真妙下意识地站了起来, 手腕被扯了扯, 这才想起来小皇孙还拽着他呢, 只得坐着不动。 六皇子皱了皱眉, 家明, 你又忘了该如何称呼我了吗? 真妙震了震, 莫名地就觉得这个时候和六皇子争论什么 不会有好下场, 勉强地笑了笑, 喊道, 六皇兄, 六皇子这才勾勾嘴角。 对了, 三皇兄如何了? 六皇子眉头一皱, 冷哼道。 人都不在这里, 你喊三皇兄还给谁听? 真妙眨了眨眼, 简直觉得莫名其妙, 果然皇宫中生活的人, 不是在沉默中压抑变态, 就是在沉默中压抑更变态。 一个称呼而已, 六皇子这是闹哪样啊? 不是他指责自己刚才喊得不对的吗? 接触到真妙指控又委屈的眼神, 六皇子也觉得有一些尴尬, 一拳底唇咳嗽了一声。 你们又不熟? 咱俩也不熟啊! 真妙没敢说, 可意思都通过眼神流露出来了, 六皇子板着脸, 貌似认真的道, 家民, 真太妃对我有养育之恩, 你又是太妃的侄孙女, 再加上现在的身份, 我们就和那亲兄妹差不多, 可你这样称呼别人, 倘兴人家笑话你。 真妙暗暗地翻了个白眼, 闷声道, 知道了, 那三皇子怎么样了? 他刚才误会了人家冷情, 结果人家因为三皇子妃的死都透血温倒了, 这女人嘛, 都有一个同情苦面鸣鸣的心, 真妙也不例外, 自然就忍不住问了, 这话又换了六皇子的一番冷笑, 心道, 家民这个笨蛋, 也就是不是真的是出身宗室, 不用和这些人精们打交道, 否则被卖了, 还帮人数钱呢? 三皇兄要是真的伤心欲绝, 还能先看了儿子, 再问了太医, 然后走上两步再吐血吗? 但凡是习武的人, 强要运气逼出一口血来, 还是容易的。 二皇兄为了替父皇挡刀, 深重歧毒, 他好歹把刺客拆下去, 也算是救驾游功。 三皇兄只能是另辟蹊径, 借着三皇子妃的死, 获得父皇同情, 怜惜之情了。 不过是一个连妻子的死都能算计上的人, 六皇子见真妙闷闷懂懂的, 恨铁不成钢, 偏偏碍于身份和此时环境, 又不好说什么, 只得问道。 家明, 那时候, 你为什么用姬特去待那刺客? 真妙沉默了一下, 道。 守华? 她自然不是守华, 只是天赋异常, 嗅觉比常人灵敏得多, 她那座位本就处在边缘处, 又离高台较近, 红衣女子妃来时就闻到了一股若有若无的异香, 偏偏那异香不让人心旷神仪, 还有一种恶心感, 因为之前裸天成莫名其妙的叮嘱, 真妙本来就有今日家宴恐怕要出事的预感, 那时的异常正是刺激她一直紧绷的神经, 几乎是没有考虑的, 手中正准备吃的鸡腿, 就照着红衣女子的脸招呼过去了, 鸡腿飞出的瞬间, 她才开始后悔, 那女子要不是刺客, 只是飞过去给皇上献上一朵花, 或者一个媚眼什么的, 她这扔鸡腿的举动就丢大脸了, 等发现那女子果然是刺客, 真妙更后悔, 满大殿的人都没有发现女子不对劲, 就她先发致人地把鸡腿当飞镖扔出去, 招呼刺客了, 这也不好解释啊, 不过才知道二皇子中了歧毒, 而六皇子幸免时, 真妙倒不怎么后悔了, 人心都是偏的, 她和二皇子可没有什么交情, 至于六皇子虽有一些不着调, 但是她对太妃的好, 想想九居深宫的太妃, 能有这么一个晚辈时不时去探望, 也是难得了, 家明, 六皇子眼睛眯了起来, 显然是不满她的回答, 真妙更不满, 轻哼道, 哼, 六皇兄, 我可是救了你呢, 你就用刑讯逼供暴打我, 六皇子有一些急了, 一把抓住真妙的手腕, 喷蛋, 就是这样我才想知道你究竟是怎么先一步发现刺客的, 难道你想用手划这个荒谬的理由去敷衍父皇吗, 相信我, 气头上的父皇可不管你的身份, 肯定会勃然大怒的, 真妙眼睛都瞪圆了, 瞄了瞄六皇子的手, 诧异地看他一眼, 心道他当然不会蠢地对张丰帝这么说, 可是这关他什么事啊, 居然说他笨, 他要告诉世子去, 六皇子火烧死地放开真妙的手, 别扭地别开脸, 这时小皇孙醒了, 声音尖利地哭叫一声, 然后就抱着真妙不撒手了, 一个内侍匆匆走进来, 行了礼, 六皇子, 家门县主, 皇上请二位过去问话, 真妙文言站了起来, 小皇孙满脸的惊慌, 拽着他死命不撒手, 靖哥, 我要去见一下你皇祖父, 等回来再来看你好不好, 靖哥似乎听不懂真妙在说什么, 拽着他的手更紧了, 真妙有一些吃痛的皱了皱眉, 别看是小孩子, 使出吃奶的力起来, 他手腕估计要轻了, 无奈地与六皇子对视一眼, 六皇子叹息道, 那他一起过去吧, 招风帝见真妙抱着紧妙过来时, 有一些意外, 真妙告罪道, 小皇孙可能惊吓过度, 一让他松手, 他就哭闹了, 靖哥受到巨大惊吓后, 落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灵魂迷前把真妙的样子深深记住了, 到现在神智还不大清楚, 就知道死死抓着这救命稻草, 倒是可以理解的, 招风帝只觉得心里沉痛, 伸手捂了捂胸口, 暗息了一口气才道, 嘉明, 你是怎么发现那个哄韰女子不对劲的, 六皇子担忧地看了真妙一眼, 心中想着, 这傻丫头要是还说手滑, 她该怎么说, 才能让父皇消了气才好, 真妙却没有看六皇子, 把那紧趴在身上快把她裙子踢下去的紧哥, 悲愤地往上提了提, 道, 那红衣女子飞过来时, 臣女闻着她身上有股若隐若现的味道, 那味道相中带臭, 令人闻之欲偶, 见招风帝和六皇子都是一脸狐疑之色, 真妙提醒道, 您还记得勇王别庄厮杀的那伙人吗? 当时他们的体位与大洲百姓不同, 也是臣女闻出来的, 臣女生来嗅觉就比常人灵命一些, 听真妙这么一说, 招风帝也想起了往事, 心里如何想不提, 面上倒是露出和蔼之色。 家民, 既然井戈离不开你, 这几日, 你就站前在宫中歇着吧。 该六皇子和真妙等人退下, 招风帝扶着雕龙扶手想要站起来, 却又忒然坐了下去, 心服太监王海德吓得脸色都白了, 到底是心里素质过硬, 没有惊呼出声, 连忙奔过去扶住招风帝, 颤巍巍地道, 皇上。 招风帝撇一眼王德海, 还算满意他的反应, 说话有一些费力。 去传张仲涵, 记着, 太后和皇后那边都不得泄露。 是, 卢才晓得。 王德海悄悄地退了出去, 去寻张院盘去了, 心却像跌进了冰窟窿似的, 皇上这个身体看样子已经是强弩之末, 万一有个好歹, 他打了个寒颤, 不敢再往深处想, 宫中风雨飘摇, 这妙因为陪着小皇孙井哥, 却是半点不至的, 只是心里一直惦记着国宫府那一边, 他当日没依着罗天成的话行事, 后来果然引了这么多麻烦上身, 至今困在宫里回不去, 也不知道他那一边如何了。 母妃, 一个细弱的声音响起, 一只小手从后面伸出来揪住了他的衣袖, 真妙深吸了一口气, 才忍住了一头撞墙的冲动, 缓缓转过身子, 露出一个温和的笑, 井哥, 你可以叫我家民姑姑? 母妃, 井哥仰着头, 语气坚定, 真妙扶了扶额头, 心塞得都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他拿鸡腿砸刺客, 六皇子笑话他不说, 还引起了招风帝的疑心, 真妙又不傻, 只是因为井哥的事, 也没有必要一直把他留在这, 这是变相的软禁的意思, 这些也就忍了, 可是他, 莫名其妙地多出一个儿子来,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啊? 看着井哥胆怯的样子, 真妙又不忍说什么, 只是用手轻轻地扶了扶他的脸, 对前来问诊的秦太医道, 秦太医, 怎么小皇孙认不清人了? 秦太医看了井哥一眼, 低叹一声, 道, 唉, 将来是小皇孙, 欠看着王妃死得惨烈, 年纪小, 受不住打击, 就强行改了自己的技, 把您当成王妃了。 真妙心里一软, 等秦太医走吧, 抱着井哥放到榻上, 哄他入睡, 母妃, 我要听小曲儿。 真妙嘴角僵了僵, 这个真不能忍了, 他一开口唱歌就跑掉, 到时候把这孩子吓得心志失常了, 谁负责啊? 母妃, 你以前每晚都给我唱小曲儿的。 小孩子格外敏感, 真妙这一迟疑, 泪珠立马就滚落下来, 斗大的泪珠砸在真妙手背上, 于是他又忍了, 唱就唱吧, 反正一个小矛头知道什么叫做跑掉不跑掉啊, 顶多以为他唱得有特色。 真妙拍着井哥的背, 开口轻唱, 月儿明, 月儿明, 风儿静, 树眼这窗里。 井哥挖得一声哭了, 抽气道, 母妃, 井哥怕。 真妙咬了咬牙, 换了一手。 小宝贝, 快快睡, 梦中会有我相随。 嘿嘿嘿嘿。 井哥哭得更厉害了, 真妙破罐子破摔。 大公鸡尾巴长, 娶了媳妇忘了娘, 把媳妇飞到炕头上, 把老娘飞到山后头, 烙大饼, 卷红糖, 媳妇媳妇你先肠, 我到山后看咱娘, 咱娘变个食客郎。 景哥破涕微笑 真妙觉得有一些不对劲 回头一看 罗天成一脸呆滞地站在门口 令他前来的内侍 死死低着头不敢笑出声 完了 又丢人了